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处可见的就是一座座佛塔佛庙了 在进入这些圣地之前 他们必须脱掉鞋子 代表着对佛的礼遇 大概缅甸穿拖鞋的传统 跟宗教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除了穿拖鞋外 缅甸人还喜欢穿裙子 而且部分男女老少 他们的裙子看上去更像一条围在腰间的旧枣巾 不过比起枣巾 这裙子的用处似乎更大 除了可以穿在身上以外 还可以山峰成梁驱赶蚊虫 有的穷人甚至还把它当被子盖 说免殿是世界上最奇葩的国家 也是一点都不过分了吧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